女生福利姨妈嫁却需要脱衣验明 据媒体报道 近日杭州的小周就碰上了这事 据小周称 他供职的公司一直有姨妈嫁的福利 只要在生理期期间不舒服就能请假 3月28号小周请了姨妈嫁 第二天上班时却被人要求到洗手间脱衣验明证身 公司行政负责人妇女士称 小周在1月份的姨妈嫁休的是8号 而这次却是28号 时间相差太多 所以需要确认 对此小周称 是自己身体原因时间不准 事后他也到医院检查证实了这点 据报道 小周之前因薪水问题和公司有过矛盾 那么这种要求当事人脱衣验身的行为 公司是否存在违法呢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肖律师认为 该公司的做法或侵犯了女员工的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 我国法律中规定 人身自由包括身体自由权 非以法律不得对公民进行逮捕 拘禁搜查或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只有司法习官有权利对公民身体进行合法搜查 其中包括脱衣检查 但搜查时应当出示搜查证 且搜查妇女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即便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合法的强制检查时 也应当通过法定程序 新京报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